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講古天樂那件事 東京奧運香港代表隊成績優秀 當中男子花劍代表張家朗更為香港贏得一面金牌 古天樂亦在決賽當日在社交平台上讚張家朗 古天樂在7月30日現身在尖沙咀出席品牌宣傳活動 之後接受傳媒訪問 亦再次向傳媒分享喜悅 古天樂說當時真的很緊張 看著比賽的心跳出來 所以心情難以言喻 古天樂指自己有留意香港隊在奧運的表現 又說自己比較喜歡看這個排球比賽 不過問他會不會約朋友一起打排球 古天樂就說不要 打排球要抽時間約朋友才打到 他又說連猜球都未必有時間 看來古天樂真的很忙 除了奧運這個話題 古天樂今次出席這個活動 同場都有15位星夢傳奇學員 被問到對這15位學員有什麼評價的時候 古天樂就說 星夢就不說了 完 由於事出突然 令到 站在古天樂旁邊的TVB主持 都是相當之尷尬 當然尷尬 對啦 屌尷尬好沒有圓啊 大佬 古天樂是不是會進去看達哥 以前我們小時候看達哥 達哥很流行 說完一堆東西 然後就會說 完 古天樂好兩次那一刻 無故這樣 完 正常不會 可能古天樂 沒什麼看這個星夢 或者沒什麼看這個無線都不出奇 那你沒看就沒什麼說 譬如像我這樣 我沒有看開的 那沒有看 我又不會批評他 因為我都沒有看 沒有看過怎麼批評呢 因為我自己就很真人 沒有看過一件事 然後就硬屈那件事是垃圾 你說那件事是垃圾之前 你起碼要看過 譬如我沒有看過 那沒得說 我自己最多都是看一下新聞 知道有兩個妹妹 星夢的 一個就是嚴明熙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姚卓飛 然後那些傻瓜經常在Facebook那裏 Po 姚卓飛說什麼好爛正啊 好爛正啊 嘟 屁股不爛到 我看著做什麼爛東西 爛了頭 對我來說 事當真 琦姐叫好爛正 家恩9896 叫好爛正 姚卓飛過多幾年 可能 會好正 但現在就太小了 因為我看回這些資料 好像不知14、5歲 06、07年 好爛誇張 就不會說他什麼好爛正那些 感覺有點奇怪 還有 古天樂如果沒有看 就不知有什麼說 都不出奇 好合理 難道古天樂說 嘩 歌好聽、節目好看嗎 不會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反應 我自己覺得都合理 只不過他那句 完 真的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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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TVB的事情 就少了人關注 以前 馬德忠 玩SM那些 哪打本王 還是什麼 都會有人講一下 又會被人笑 他那些什麼 單手爬山 謝天華 你有沒有拿著電話 一路趕一路爬山 鬆不等到 但你現在星夢這些 真是窄些 所以古天樂他沒有看 或者可能真的覺得 沒什麼好評 那就沒什麼說 就不說 那都是合理的 說真的 現在那些人 找東西看 要不就Youtube 要不就看Netflix 電視真的少了很多人看 如果年輕的話 要看也看Viu 適合口味一點 起碼我感覺貼地一點 人家古天樂 可能沒有看TVB的東西 都真的不出奇 所以不平就不平 沒什麼大不了 我覺得 那今集講到這裡 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就是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